久美国小为了让学生多元学习 在营员经会下 校长认识了在望向部落医务教学的松教练 并邀请到校来指导学生学习柔道专业技巧 也希望学生们在学习柔道的同时 能够从中建立常规与礼貌 其实我早期在风秋国小的时候 我们就是当时就跟心力分局 就合作了一个柔道的教学 那后来我到这边之后 就是辗转又跟我们的仪必教官联系到 那我觉得他带出来的孩子 在各个比赛当中 我觉得发现那个常规是他就是非常要求的 那他来指导之后呢 他发现我们小朋友的那个毅力 就是非常的强 然后就是那种不服输 跟比赛之后又是好朋友的那种态度 也感动他 所以他又就是有跟我们提说 那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意愿 就是让他过来带我们的小朋友 做这样子的柔道 那我们是当然是拍手欢迎他 指导教练指出在议员机会下与校长相识 在校长的邀约下特别到学校医务来指导学生 学习柔道 起先是我是说指教望向部落的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田校长 九美的柜校的田校长就是找到我说 他们这位学生也需要这种的一个武术运动 那我觉得这个柔道武术运动 田校长也发现到可以健身又可以保护 又还可以这个升血管道 也是借着柔道升血很顺利 所以这样子我就他说要不要什么 要不要什么终点 我说不用 我18年都是义务的 参加的学生也表示学习柔道相当好玩 不难能够有能力保护自己 也能够保护他人 想要那个保护好自己 就是就像人拿大的时候可以 那个保护自己啊 大概要快一年了 学得很好 觉得学柔道的时候很有趣 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别人 希望在教练的指手之下 学生们不但能够学习到专业的柔道技巧与动作 也能够借由学习的过程中建立好常规以及礼貌 记者邱平利新的采访报道